小暖风机 92度了 这个也热了 我开始炒点肉 让添点肉 盘上开 和点松鲜鲜的酱油 和点荡青年 今天咋会买的花卷 就已经拿来了一个盘子 昨天被它撤掉了 看看肉沫跑 前面菜 然后拌了一个 这叫什么藕 然后这个是韭菜炒鸡蛋 发卷 还有那藕汤 我跟老张的 老张你不吃啊 他们家老张 菜摊 俩菜菜摊 剩下藕 不让肉 他还要吃 说了句 修好了 这师傅 你看 他说买那个 就是那种 从网上买那个 泡沫的那种 粘的矿 是别人吃颜色 还有点小缺 行了 不拌脚了至少 看看 我又制了一样东西 拼一个啊 开始干活 开始干活 小伙伴 心到了 就是说叫炖 能行吗 哎呀 这个好吃啊 這怎麼是 你得在上面 就要2分 來來去 出一下 好 煮一會兒 完美 我就是晾個襪子 去開 開著提醒 行了 那好了 这个放屋里 这样离开短期远一点 这是搁厨房的 我给搁这儿了 晾我的臭袜子 好了 大家好 我是蓝蓝 你看 里边还穿着砍尖 我在被窝里边 下面开着那个爱荣毯 上面抱着这海盐垫 还挺暖我的 不是舒服 有人哈 我看那个有住平房的哈 评论军说 蓝蓝 你就心心劲 说这平房是冬天冷 夏天潮 我一听 我又开始翻嘀咕 让我们家老张嘎 你别听他们瞎说 冷什么冷 我给你修门 我说行 从昨天他就跟我说 修那门框 到了晚上 到了今天还没给我修 给我气的 他告诉他中午修 中午暖和 到了中午吃完饭了 还不冬花 我说你这懒汉 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 他说你给房管局打电话 他说咱也不专业 咱也没工具 没家伙的 怎么修啊 我给房管局打个电话 人家小伙子 一会儿就来了 拿着锯 拿着斧子 拿着木头 半个小时不到 就给修好了那门 后来屋里这门吧 也有点关不上去了 窗户也不严实了 他抱上去了 抱上去呢 说民间开春 可能这一事都能给换了 啊 我说这点破木头 破窗户能支多少钱呀 还不都给换了得了 他说行吧 我上报吧 争取民间啊 民间我就让他们 这一事 全都给换成新的 我们那个 我前两天去串门嘛 就这边的街坊 人家那个 特别的热那暖气 哎呦 可是就人家家那个门 就特严实啊 我们这个窗户也不严实 就关键是窗户门不严 如果要严的话 应该挺暖和的 也有人问了 你那闹的多少度 我今天说 给他们那暖气公司打电话 一忙也忘了 明天让他们打电话 调一下 可能一下家伙不会调 哎呀 哎呀 住着 怎么说呢 要是不冷还行 反正他们 其实我家里好多暖气呢 哎呀 就 我就不愿意回去 一住到这 就不想冻会 等哪天回去 把那暖气拿过来 慢慢收拾吧 我们没骗你吧 还说 有的人说 啊 咱俩就为了流量 为了素材 什么素材 我改为搬着别的新家 我也拍 那我也是为素材 为了素材 我还老搬家伙 叫少 睡觉少 上火了 白天 老张老不让我睡觉 那晚上睡觉真好 又可以一觉到天亮 根本就听不见他打呼噜 现在 睡得倍儿香 累的 每天不闲着 老张留玩去了 我没雪 我先冷 北京可冷了 特别特别冷 我觉得北京 今年比哪年都冷 还好啊 邻居们都搬走了 住楼房了 暖和了 要不然多冷啊 哎 我扛不住了 我就溜 我就上楼房了 成 这期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点赞关注哦